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節目 今晚究竟是什麼節目呢 我都不太知道 今晚有如無意外 亦都會是動漫無雙和動漫廢物的聯播節目 無雙就是之後那一集 講完思得 動廢那邊怎麼安排呢 暫時就沒有定義 就是那一集 就要等漫遊者怎麼安排 我們今集之前講過的 任涉及北亞物品條例的兩次修訂 以及版權條例修訂 簡單來說就是網絡23條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現在可以進入又一次的介紹環節 動漫無雙方面的IM 何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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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馬仔之後是哪位 講回嘉賓先 嘉賓先 嘉賓先 路人甲 杜仁宇 小樓 演員 好了 第一部分當然是講這個任審 任審當然也是我來的 其實7月之後 即之前已經完結了那個第二次資訊 第二次資訊是7月完的 給點小背景 這樣 第一次資訊呢 其實當年就是2008年的 第一次任審十八馬九個修訂的資訊 這樣 剛才我們可能之前那一集 已經可能講過 跟一些道德團體 怎樣去對抗 究竟是可不可行 或者人類物理方面 怎樣 其實大家有看新聞 都可能 大家會知道 那一陣子有些人吵 網絡有三條 或者是什麼 這樣 政府也舉辦過幾次資訊會 但是無奈地呢 當年2008年的資訊會 就不像現在 或是新加東北發展 或者是其他東西的 就不會有人去掃桌 踩場那類的東西的 那純粹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人士 自己的擁有參與的 那所以呢 當年的資訊會 我先給你先 就是我沒有參與的 但是我知道裡面發生的是什麼事 就是說 那些資訊會 一場就會分三節的 因為有些休息時間 這樣就會發覺 一班類似的 盲光社物品 譬如家長教師會 宗教團體 道德嘟 那些人呢 就會叫什麼呢 即庭三段式火槍 打一陣子 就和你們打 即是第一節的資訊 第一節 正常的 為我們這邊的 守護自己權利 關於淫審方面的人 當然會和他們在資訊會面 駁火 駁完火 即是放休息時間 但是大家已經 身心居居 譬如打完一陣子 接著 他們是整批人 換過第二批 即是 大家九十分鐘 踢完上半場之後 我整隊球全換了 再和你們這班 踢完半場的 再打過 接著 再換過一批 即是他可以換到三批人 三段火槍 去打你同一批人 很有效率和系統 這班人 絕對不是小事 那這班就是盲光射 即是他們很死忠 即是他們 他們真是當上班 你按第一節的職業 早餐我晚餐我 這樣 那你就已經 覺得 嘩 怎樣啊 怎樣 我明誤你咯 沒什麼的 我又不明白 有時候為什麼 粉絲的熱情 熱情 中教的麻痺 因為他們 即是不同 一般我們說 政治有些人 可能是純粹為利益 但是 這班人 剛才說的幾類人 團體 他們真是非常堅持 和督信自己 那套的價值觀 他們覺得 就算 沒有錢收 甚至乎 要他們去付出 他們都要堅守 他們自己的那種獨立場 而最恐怖的是 他們亦都要希望 這件事 硬性 令所有人接受 即是他們相信 他們相信了一種 其實是有問題的價值觀 而覺得這種東西是神聖的 他們一定要做到的 即是或者 即 大家有大家相信的東西 不奇怪 而他們一種 要做到呢 就要令他人 強制 強迫他人 都是跟他們這套的 那這下才恐怖 另外又要說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常常都會說 任審處的 審判財委員會的小組 就經常被一班人 黑嘴了 即是被一班人騎劫了 那那班人又是那些 道德團體 教授教師會 那大家又會爬頭 那究竟這個 任審處的那班 任審委員呢 是怎樣成立的呢 根據任審條例的第五條 就有寫明的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說 由終審法院 解首席法官 用這個書面委託人士 另外一種就是什麼呢 可以法官認為符合以下條件的人 就有資格成為了 但是以後條件呢 是極度荒謬的 就是什麼呢 通常居住於香港 居住期不少於七年 簡單這個就是身份證 第二就是 通曉中文的書面 餓啊 英文的書面 簡單的說 你在香港十八歲 找到食 不是餓死 分一分的黑衣 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是剛才所說的 法官認為符合條件 那為什麼法官會認為符合呢 就是因為 這種途徑是 自行申請 簡單的說 見而勇為 自己說我去做 接著說 符合到一個這麼基本的條件 就是 你就可以成為委員 所以為什麼會被人勤勤 就是因為有班不停的入職 他們是順序申請去處理的 那補充一點 就是現在委員大概有三百多人 其實這個做法制度 本身就是 希望開放給不同階層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都能夠參與這個 的工作 真正的人民廣場 但是 因為以前定立的時候 不怕難聽說 英國佬定立的 他真的希望開放 可以補充的 任審條例的定立就是1986年 那麼 大部分的條文 現在的 最後一次修訂 已經是1997年 即是回歸之前 有部分的判決 甚至都是90年代 或80年代 還沒所修訂的 所以為什麼會說 那個法則 是不合適 或者是有些比較含糊 就是有這些問題 還有他那時候 那個委員會的組成 是真的 什麼階層都有 所以我們以前 八九十年代 甚至乎回歸前 是沒有聽到那麼多 這些都要判 或者這些被人捉 但是1997年之後 就發覺好像側了一邊 即是同樣的條例 但是 你先說 我記得我小時候有個 我小時候有個 我小時候有個 樂德華有個電影 我拍他去廁所 不是 他進去廁所 露出一些北亞鏡頭 當時我記得 是一個華人女的 那邊拍的 那個TVB 有北亞鏡頭 類似的 我不會記得我太小時候 但是之後 那時候 但是最上次的鬼路 沒有問 繼續問TVB 現在播什麼劇情 就是TVB的編劇 這就是 推理劇情 港流德華 這是偵探 警察 接著樊 到南城洗手間 入奶沙家做什麼 他不阿 他不是阿 反懷疑的 他在說 沒問題 我合理 然後不告他 那時候 這個可以補充一點點 在80年代我跟PTA單挑,其實不是單挑, 我想社會的架構不同,現在社會越來越依賴政府做事, 但是97年之前是三層,中間有三層NGO, PTA和專業車都覺得有自律性,他們幫忙維護社會法徵,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是不會告的,他們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聲討, 那時候試過在沙田那裏,三百多個教師走在一起, 那個討論會叫聲討連環圖, 我跟當年四百次其中兩個人,三個人上去跟他們單挑, 其實都學到很多東西,但是現在看回, 那時候會健康一些,以前的人會自己去自律做一些事情, 不會每次去告人,現在就變成三層房, 為什麼會這樣的情況發生,我想問, 那三百多位主要都是專業人士去做的, 專業人士就要質疑,正如我們上一節講過, 那本《愛情神話》就是一幅名畫, 專業人士專業都不會的, 那你那個認知水平都幾低, 某方面專業而已, 現在那個委員會的組成, 教育界、宗教界的比率是越來越高, 差不多是他們圍內隊的名單上去, 上面就會接納他們成為委員, 變了很多人質疑, 你們組成的成份實在太單一發, 都有議員提出過, 為什麼不可以讓所有民選出來的議員, 成為裡面的常駐委員, 那其實在第一次的諮詢方面, 有幾樣東西是爭不定的, 包括說任氏及不雅的定義, 因為大家上節聽過的, 沒有聽過的又要再重複多次, 任氏就是任何物品, 是任氏不適合向任何人士發賣, 不雅就是任何物品不雅, 不適合向青少年發賣, 而任氏及不雅是可以包括暴力, 可厭和腐化的, 那搞完就是什麼,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什麼就是讓我觀審, 不不不,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第一次收益的檢討, 還未可以定到方案, 就是對於新媒體的處理方法, 簡單說就是對互聯網, 另外一件事就是任審制度, 回應大家, 關於任審人員的問題就是, 其實政府有個立場就是, 你們覺得現在不夠公平, 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我將任審人員的額加大去, 加大到600或者500, 這樣就會公平一點, 不好意思, 全部都是那班人, 其實就是那句, 那邊是很難入得到的, 因為他們覺得你們已經是什麼, 你是有關人士的, 應該是被人管的, 應該是, 因為, 剛才我們早前, 我們上一集, 我們講回CW那裏, 我們提及過一些組織, 我們講過的架構, 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我們舉個幾個例子, 如果要告任事及不額物品條例, 如果你是輸, 那我們上次講過, 影視及娛樂事務處的報康註冊組, 他就會巡查, 然後將投訴, 轉交到任審處, 跟著呢, 影視及娛樂事務處, 就會去告你, 告你, 然後將那件物品, 呈去任審處, 評級, 評完級之後呢, 就是任事及不額, 跟著法官就會判你的了, 跟著那個程序, 如果你是上網的, 怎樣呢, 上網的東西, 又是回到影視及娛樂事務處, 跟著呢, 他就會找網絡供應商, 互聯網協會, 那些東西, 跟著呢, 他們就會叫有關的網頁, 刪除, 或者是要加一些warning, 你做了, 沒事, 你如果不做, 他就會強制刪掉你的東西, 最簡單的說法, 我個人呢, 和Hero者呢, 是收過影視處的這些東西的, 那我們是做回加班warning的, 那是有兩個活沙沙人版在那裏, 是有, 即是, 有意見法力, 是耐管的人, 其實都是用回包膠袋, 下風條的concept而已, 但是, 如果你是網上的東西, 就不可以包膠袋, 你就要出事warning, 這樣解決了大部分問題, 其實是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任審處, 他剛才講過, 增加的人的上限, 好像是解決到, 但問題是, 我們上一集已經講過, 就是, 他的權限, 即是, 剛才我們上次講過, 27條, 好像是, 就講過, 他可以判斷你這件事, 是淫屍還是不雅, 還有, 決定你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是圈外的, 即是是例外的東西來的, 即是, 剛才我們上次講過, 科學, 文學, 教育, 或者是, 公眾關注的其他事項, 就可以免責的, 那, 現在的制度, 現在被人批評, 任審處, 他是所謂叫做, 做行政, 也都做司法, 那這件事呢, 大律師公會方面, 都有表示過, 覺得這個制度有問題的, 那我引用回, 那個條, 大律師公會的意見就是, 任審處現在的制度, 是不理想的, 他履行司法的職能, 即是說什麼呢, 將現行法律程序, 去裁定, 那件物品的性質, 而另一方面呢, 又履行行政的職能, 就是, 判定懲交物品的類別, 聽完大家覺得很虛的, 不太明白的, 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去講, 即是, 我個人理解, 我不是專業的法律人士, 就是說, 如果你有, 譬如說, 公如心圍捉, 那類的東西, 任審處現在在做什麼呢, 他在做化驗所, 去驗你那件事, 究竟是什麼呢, 證人, 好像那些不職專家那樣, 即是判斷你那件事的性質, 你任審, 我說不啞, 我說沒事, 但為何說懲交類別, 這件事是行政職能呢, 任審條例的, 就是說, 根據你那件事, 是任審, 還是不啞, 然後就可以判刑的了, 所以說, 法官是沒什麼做的, 他根本上只是依樣畫葫蘆, 跟條條文去判, 所以, 任審處各判了你是任審, 你基本上被人告硬, 死定了, 所以, 這件事就是, 比如說, 任審處正在做的事就是, 他去驗你那件事, 做證人做法驗所, 同時也去做檢控官去告你, 法官只是做判刑期那個人, 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但任審處被什麼人把持著呢, 就是被一班, 自願性質, 自行檢舉的宗教人士把持著, 即是他可以, 宗教教育家人, 他可以說任何事都是任事及賓, 然後任何事都可以說你是出事, 然後之後就決定告你, 然後我想問, 他們有沒有一些guidline, 即是內部guidline, 即是內部guidline, 即是自己憑空上升過引起的, 那guidline是在他們的心裏, 他不會讓你看到的, 英國佬是相信治律的, 是啊, 因為剛才我已經讀了, 你不要以為我讀漏了東西, 因為, 十九版的任士加班的故事條例, 只有四五行去說, 然後四五行就讀了幾句很廢的廢話, 就一個任士奧阿筆阿的定義了, 就是了, 當時的文化是叫做開放啊, 還是較為封閉啊, 不是啊, 你錯了, 是那班審裁員的個人官司, 是啊, 其實在不同年代, 對於道德規範, 都有什麼要求的人都有的, 但是怎樣可以拿到社會大眾共識, 就是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信奉歐美的法律, 他很多時候就是由法官, 或者一些陪審員制度那裏, 大家去看看, 喂, 要不要跟那麼足呢, 即是, 出法的容易何在呢, 我是為了, 很嗨地去打擊某些人, 還是為了去保障整個社會某種風氣, 現在濫農民主了, 是啊, 這就是關鍵, 但是問題是, 九七之後, 這班人抬頭, 他們很懂得去玩, 而且, 他們很多, 他們的勢力, 可以滲入去, 他們又有迫命, 又有人力, 知道怎樣用他們的人力去玩這套東西, 而他們都堅信自己在做正義, 保護整個社會, 但是又不見他們搞定西北, 哈哈哈哈, 剛剛我們講到說, 其實, 那個報告或者修訂, 其實自己有講過的, 或者其他團體也有講過的, 香港現行那件事太陷糊了, 對比外國來說是極度有問題的, 所以, 容許我花一點時間, 講一下各個國家現在的, 大概的事情是怎樣, 有幾個國家是比較寫得明確的, 例如, 紐西蘭, 紐西蘭它有相關的條例, 就講了, 那件事是涉及到性行為, 罪行, 殘暴, 暴力, 有選公眾利益的, 就是不良, 即是, 上述那類東西, 和有選公眾利益, 然後, 那些相關的賣東西, 和香港人都比較相似, 當然, 審裁的機構, 和執法機構, 都是分開的, 執法由內務部, 審裁方面, 就是另外一個類似, 審裁物品, 即是, 別人是分開的, 你說其他國家, 譬如說, 英國, 英國, 跟香港有點相似, 因為始終它都是, 殖民的中主角, 它的說法都是說, 看完那件事, 會令人覺得, 腐化, 墮落, 淫屍, 所以, 如果你說, 人手交那些, 腐化墮落, 人, 他會判人事, 另外一些就是, 兒童色情物品那類, 如果你說, 再去其他國家, 例如, 德國, 它就更加明顯的, 就是說, 未成年人士, 發放色情的, 文章也好, 物品也好, 或者是兒童色情物品的, 他就會告你的, 總之說明, 是色情的, 然後是未成年人士, 或者是兒童色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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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清晰的, 對呀, 香港是最奇怪的, 所以是, 香港是最奇怪的, 其實本來都, 他不清晰得來, 是想給一個彈性的, 對呀, 有自信自慰, 結果就是大家, 死掉了, 騎見了, 還有一個, 講完美國, 美國比較奇怪, 又是有趣一點的, 他有一個最有趣的, 叫做, 一般人否認這件事, 是萬六色情的, 這已經聽不明白了, 另外兩個, 跟香港有點像的, 就是說, 那件事, 不是文學, 藝術, 政治, 和科學價值, 有關的東西, 另一個就是說, 那件事, 很明顯地, 是用一個, 令人厭惡的方式, 去描寫性行為, 嗯, 嗯, 美國就比較, 我想都是一個, 挺有趣的地方, 對呀, 性行為是可以 accessible, 只是令人厭惡的話, 就會, 因為美國, 它就行聯邦制, 它不同州份, 它會根據那個風氣, 大家風俗習慣, 會有不同的判決, 其實就有些像, 呃, 怎麼說呢, 我們本來這一個, 州的, 民風是這樣的了, 你不喜歡, 你走, 變成每個州的執法, 可能會鬆緊不同,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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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沒有權力, 剛才你都說了, 嗯, 香港的前方, 有個法官, 法官權力方面, 其實有個,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說法,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近年來很多不同的一些事件, 譬如說, 九五年, 就是大衛將的廣告, 被人判了是北雅, 但是它是藝術品來的, 嗯, 或者是近期的, 大家都會知道, 中大學生部, 是啊, 或者, 剛才我們上一集已經講過了, 就是那本, 愛情神話那本, 那本, 這句現時, 帶出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現時淫想制度, 有一樣東西叫做, 暫定評級, 是啊, 那暫定評級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剛才說過, 你淫審柱要送檢, 然後他搞了一些事情要搞很久的, 那麼, 他決定告不告你, 所以他就有一個暫定評級的, 那問題來了, 暫定評級, 和實際評級, 可以是兩樣東西來的, 舉例, 大家都有看過, 警察叫說, 朋友是可以分享的, 大家就明白的了, 這個淫照事件, 那個被告人呢, 他被人落charge五張照, 那麼, 暫定評級當然是糟了, 但是, 根據我個人熟知的東西, 任審條例, 要判到任蝕的話, 就要是見到, 性行為, 和性器官的, 如果你只是拍一個裸裏的話, 其實應該判是笨押的, 我不知道他的照片, 是抓了什麼照片, 那麼, 他其中有一張照片, 就被人判了做笨押, 但是, 他是根據暫定評級, 就全部都要任蝕, 於是, 判決的時候, 大法官人文漢就說, 暫定評級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你會令金盤, 未落一個正確的判斷之前, 就已經告了一個人, 因為那個被告, 因為他有一個判的不合, 但是他已經被人還押了八個星期, 就是你根本, 罪未定, 不知道你是有沒有罪的, 但是, 整件事就變成有問題了, 不公義, 但是, 做一個壓力, 讓你那些人自熟, 但是, 現在有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說, 可以怎樣改, 或者, 有沒有什麼聲音, 怎樣去修訂, 暫時, 他們, 可以做, 做緊的事, 比較一致的, 加重那個法則,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因為條例, 開始定, 是關於一些商業作品的, 例如雜誌, 報紙, 正如剛才講過, 影視處那個報章, 怎麼這麼早的, 所以, 他覺得, 某州行, 一年可以被人告到261次, 然後, 他最近那宗, 都只是被人罰5萬, 但是, 封面是很爆炸的, 可以賣到的本數, 賺的當然是5萬, 所以, 但是, 一加重, 阻嚇力是很低的, 現時的制度來講, 他, 我記得, 他大概是罰20萬, 至少20萬, 去到100萬, 但是, 他現在新的建議那個, 我沒有數清數數, 但是, 我見到是大概六七個零, 變成千萬計, 對日本人來說, 死得更金, 對普通人來說, 就變成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其實他的關鍵是怎樣呢, 政府的關鍵是一個叫Mars的發佈, 他的條文, 有沒有寫明, 是針對Mars? 唐馬仔, 這個說法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事的筆碼條文, 我上一集已經講過, 你不是, 商業是沒有關係的, 他只要你是管由, 兩件以上的物品, 以供法佈, 通常拿三件的, 所以現在他們就少收少改, 因為整件事是錯的, 還有, 現在的影視處的權力這麼大, 有沒有辦法縮掉他呢? 影視處應該是沒得搞的, 就是任審處的問題, 因為任審處只是決定告不告他, 然後就把東西都扔給任審處, 任審處就做了剩下的所有東西了, 我又不處, 那任審處這個權力可以怎樣搞呢? 所以他有個說法就是說, 就已經大律師公會的說法說了, 就是說, 將他那個行政的職能, 即是說, 告人的職能, 判他那個事情, 分開, 他只負一做司法, 即是判這件事, 是淫蝕, 還是不啞, 但其實這個又衍生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 你只是將他, 即是他只是做判事, 那效果就是什麼呢? 令到那個檢控時間, 和賺定外別沒有了, 全面聆訊快了很多, 時間上是節省了的, 好像是一個優點, 但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那件事沒有了的話, 就會說將, 你的東西一送, 他就馬上告, 那就變成可以即時落差, 反過來來說, 就好像將那個機制放寬了, 即是那個圈再大了, 檢控的效率高了, 有點像那時候, 納粹德國, 快刀閘入, 他改了很多行政, 簡化之後, 然後就很多人成為政治犯, 入閘中營, 那些, 即是我有少少 sense到, 好像是在走這個方向, 即是這個條例是有問題的, 應該改條條例, 現在不是收小寶, 用這些方向, 有些他們支持, 即是這個組成, 我們看到一直以來, 是有一個強烈意志, 他們想打擊, 或者嚇退某些人, 沒錯, 他們是希望一條龍服務, 去處決他們看不順眼, 或者他們認為是社會壞份子, 有時候又說一些案例, 大家是很了解的, 當然有什麼中大學生報那些, 但問題是說, 有其他的事件, 我個人認為是有問題的, 例如是什麼呢, 在2008年, 有一位人興, 叫做中逆天, 不是2007年, 他做了一些事件, 他是一個母業漢來的, 因為有些情況, 發了一些傳單, 在中南派, 就是一些政客的相片, 貼了一些其他東西, 例如什麼呢, 將當時時任的行政長官曾蔭權的頭, 剪在狗那裡, 即是狗身人,曾蔭權頭, 然後他包括剪的人, 包括什麼呢, 這些是惡搞而已, 溫家寶, 布殊, 甚至是他把那些人, 移到節目的照片去到哪裏, 在一些性有關的照片裏面, 因為他涉及到性有關照片, 當時判了, 因為他是派的, 在一個街上派的, 中華派, 就判了他是, 淫屍, 然後他是, 坐牢的, 八個月, 淫屍, 淫屍, 因為他性行為, 因為他不是同仁志那些, 打手格那些, 因為我沒有看那張照片, 我回答你不到, 很細緻, 這個就是一個案例, 另一個案例, 這個比較近期的, 也是今年的, 就是有些年輕人, 拍了一些路股照片, 即是甚麼呢, 脫了半條褲, 露個屁股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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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接著, 放了上網, 放了Facebook, 接著就, 他不是被人告淫屍, 亦都不是被人告不雅, 他被人告, 不誠實使用電腦, 有多不誠實啊, 大家都除了買都不誠實, 是啊, 眼瘋狂, 君子坦坦坦坦, 小人又長, 赤赤, 不過我想問, 其實不誠實電腦, 其實真的很兇犯, 這條條件是, 最簡單大家會認知的, 就是黑客盜取資料, 這些過往就是不誠實使用電腦, 他叫不誠實使用電腦, 他叫不誠實, 他總是誠實使用電腦, 條文是這樣說的, 就不應該會是, 將自己的照片放上網, 沒有說謊, 就是他自己的, 即是你可以說, 他叫公然會洩, 就不是不誠實使用電腦, 但為何當事人不擴辯呢? 第一, 當事人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年輕, 那死得了, 你欺負當事人不認識, 沒關係, 15歲都可以很厲害, 要製造一個案例先, 我個人憂慮的物品就是, 什麼呢? 就是說, 第一, 淫審處機制非常之有問題, 因為之前我講過, 現在還要他越搞越, 第一就是, 淫審完可以被一班人去騎業, 然後那班人的概念, 和正常人, 或者普遍香港價值下有分別, 我都不是說, 我先說, 另一個就是, 他除了判淫審的筆額之外, 他可以決定你是不是exceptional, 即是你是不是意外, 即是, 你又不是由法官, 是根據, 控辨雙方的律師層次去判, 因為淫審的過程是一個內部發生的事, 你是不知道的, 你知道內部不透明的,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剛才說過, 他那個exceptional可以包括科學, 跟著有一個叫, 公眾利益的其他事項, 是的, 所以其實呢, 大家搞那些唐山大地震, 就全部都可以當作是公眾利益, 或者剛才說中環那個模擬項, 其實是做一個, 他是一個諷詞, 把真任權卡在狗裡, 把誰的政客卡在狗裡, 即是狗官, 卡在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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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如說那個政客, 這是一種諷詞, 是一個公眾的發聲事項, 現在英國佬那種很寬鬆的自律精神, 就被人濫用了, 還有, 最慘的是, 整個審訊和核食的期間, 是不透明的, 還有, 最重要的是, 剛才我們說過, 他是行政和司法一起做, 所以, 高等法院有幾次, 都是說, 任審註是不解了法律的, 其中一次, 就是剛才所說的, 大衛將那件, 因為大衛將被判了做北雅, 但是, 他是藝術品來的, 你玩嗎? 所以, 配判了北雅, 高等法院又說, 你曲解了法律, 不應該是這樣判, 但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 當香港這批法官, 退休之後, 法官是由行政長官任命的, 然後, 我們未來香港二十幾三十年之後, 法官會是甚麼人呢? 會不會說, 任審註有問題呢? 這是一個大疑問,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大家可能在Facebook, 或者會見過一些惡搞的圖, 一些政客惡搞的圖, 應該會見過一張照片, 就是一張, 一個特別的蛋糕照, 就是一個蛋糕, 類似一個人類的臀部, 然後一個排泄狀的狀況, 然後呢, 蛋糕另一邊, 就貼了一個政客的頭, 最簡單的說法, 我不理你那個蛋糕是甚麼樣子, 你感覺上是一張露骨照片, 即是剛才那個不成實使用電腦, 第一, 第二, 它作為一個排泄狀的動作, 可不可以算是令人伸厭呢? 可不可以是墮落呢? 那它可以判你是淫蝕, 第一, 第二就是, 已經不成實使用電腦, 然後你再貼了一個政客照片, 明明應該是可以豁免工作, 或者是政治的東西, 然而你是可以用過往的一些案例, 去說, 你這個是淫蝕不雅, 因為加重了刑罰, 已經可以判你是上千萬, 入獄一年, 留案底, 或者判你是不成實使用電腦, 也是刑事罪行來的, 所以, 我個人認為, 為何上次講的就是, 它是利用一個道德高地, 利用現時制度的缺陷, 然後去進行言論自由收債的第一步, 然後於是同期, 第二次思春, 2012年的時候, 也推了這個版權修訂條例的檢討, 我們下一節就找回有關人, 再詳細說這件事, 好, 等一會再繼續, 好, 回到第二節, 我將鵬鵬鵬鵬鵬審查條例, 就變回版權手掌條例, 其實兩年前都有講過, 現在兩年後又有, 從來未可知, 那是不是, 這一節就, 嘉賓變主場了, 前線戰鬥才是, 其實各樣都是, 各樣都是, 各樣都是, 前線戰鬥, 關我們來的事, 這個是, 小狼用武轉之義, 不是, 我們全都是反中派, 用上方法, 對, 因為我們已經非法集結, 非法結社, 有多少人, 1,2,3,4,5,6, 好, 講回正題先, 其實這個所謂網絡23年的組成, 就是各方面, 包括在, 尤其在網絡或資訊發佈, 涉及言論自由上面的, 可能在一個, 用一個, 和政治相關的打壓, 或者限制, 講到一個, 就是由淫屑那裏開始, 其實淫屑是, 你不要以為淫屑是不雅, 你不做所謂色情的事, 不是不關事, 其實很多, 很多時候, 身邊很多事, 你中了招不知道的, 好像剛才講的一個, 原來是一個, 對政客那樣, 所謂疑巴之物的諷刺, 都是中招的, 而講到疑巴之物, 更加, 更加可以, 現在用一個所謂版權的條例, 就是版權條例, 本身就已經很惡的了, 本身版權條例, 就是說你, 就是香港的版本原來, 其實跟淫屑是, 跟淫屑是, 跟淫屑有一個相似的地方, 你其他, 你比較很多文明先進的, 國家的地區, 他們的法例, 比較清晰, 比較清晰, 但是, 你的市民有一個權力, 是比較大的, 香港呢, 差不多是縮到很小的那個, 那, 講講現在的情況先, 現在的情況, 其實已經說了, 即是我們很多時候, 剛才講過一些, 譬如說那些, key上, 或者一些, 惡搞, 諷刺, 這些屬於一個叫做, 二次創作, 或者衍生創作, 那個翻譯方法不同, 那, 異次創作, 但是, 本身的法律, 就沒有, 是沒有容許一些東西的, 因爲, 法律就是說, 你現行的, 要有版權, 版權持有, 版權擁有人, 即是, 另一個講法, 版權持有人, 如果中文的, 這個法律統一裂法, 就是版權擁有人, 那, 版權擁有人, 沒有得到它授權, 而使用任何的版權物品, 那就已經叫做侵犯版權的了, 那, 就是, 換言之, 這個二次創作, 除非是一個情況, 即是涉及到, 已經是肯定, 拿了那個版權擁有人的授權, 那, 但是, 你一個授權, 你, 即是, 很多次做創作的時候, 或者, 我們的資訊傳播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得到, 那, 有幾種情況, 第一, 你都不知道, 擁有人是誰, 有時候, 我們做一些改圖, 那, 或者, 你, 怎麼知道, 那張相片本來是誰, 還要, 那麼多, 整個互聯網, 那麼多地區, 不同國家, 這個國家有肖像權, 那個國家沒有, 那, 這些東西, 就爭吵死了, 那, 那麼, 很多時候, 你有版權, 你要知道哪一個, 甚至, 人家那個, 那個, 作者, 你知道哪一個, 但是, 版權擁有的人, 不一定等於作者, 因為, 版權呢, 很多時候是, 會買賣, 會買賣專業的, 那, 譬如你, 作者,你呀, 赤松傑, 魔法老師, 我常常, 舉他做類似, 那, 版權擁有, 也都, 完全不是他, 他有一部分的, 但是, 不只是他, 所以可能, 即是, 他出版社又會有, 那, 然後出版社, 不同地區, 又會有不同代理, 是一個很複雜的情況的, 而且最慘的情況就是, 版權呢, 是可以, 叫做, 備代理的, 什麼叫備代理呢, 尤其是, 尤其是, 你的音樂那些, 更加有的情況, 特別多, 你可以, 所以, 你一個外國的, 作曲人, 他作了一首曲, 那他那首曲, 其實他又沒有加入, 當地的一些, 那, 香港有, 即是, 香港有一些, 版權收衛組織, 是的, 有幾間, 那外地也有些, 相似組織的, 那這些組織, 有一些叫做, 所謂國際性的東西, 即是打龍通, 大家簽, 你日本, 我香港又代理了, 但是, 就算你是非成員, 即是, 你任何這些組織, 你都沒有加過, 他都有權摩尼代, 起碼, 香港法律, 然後, 在香港問你收錢, 是的, 在香港收你錢的, 所以, 所以, 你根本, 怎樣為之, 拿到一個叫做, 版權擁有人的同意呢, 現在, 在那個技術上, 是有很多, 很灰色, 很奉赤的地方, 甚至, 你就算你問了, 原本的作曲人, 是的, 可以去到香港的情況就是, 原本的作曲人, 未必有這麼大壓力的, 反而, 在香港聲稱被代理的那個, 即是, 即是, 將他強行拿來做代理的那個, 明明他有沒有授權, 你這件事代理, 但是, 根據香港法例, 他有權問你, 收錢的, 所以, 就會去到一個, 很多的情況, 在一個資訊流通那裏, 那現在, 版權條例, 其實, 對很多, 前線的創作來講, 疾愛了的創作,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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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你去補受聯合世界這關係, 那樣, 譬如, 我更加有興趣想知道馬逢國怎麼說, μπο right Olha 然後再次去講一下, 所以你看, 在一個, 現行的法例已經是在這一方面很有問題, 那為何說外國會比较清楚? 因爲外國這個 numeral, 就是這個, 抗辯, 簡直是說得分析, 是的, 你的缺摘豁綿一有兩種形式, 一種就是用一個 Fair Use 比較多人說的 因為美國這樣走 美國相對他們的地方比較開放 其實他們不需要很講 他的 Fair Use 沒講得很清楚 在什麼情況 就一定是豁免 什麼情況一定不負面 但他講到就是說 你只要在一個創作的表達上面 你對這個社會是屬於一個合理的使用 如果你不是去做原本的作品的導彈 而是去做一個言論的表達 你就可以改作 Parody 即是一個二次創作 即是你的 Deverative Work 是想免責的 所以你說 可能有些個案是要上到法庭 再怎麼爭論 因為美國有 美國有整個法例就有第一條修正案 你只是在一個言論上 你已經包括了很多東西 包括他們 奧斯加動畫的得獎 有一條 有一年就有一條 Logo 世界 是啊 其實大家看到 Logo 世界 它拿了別人的商業 Logo 拿了麥當勞叔叔 變了一個大賊 是啊 它之前沒有問過任何一間公司授權的 那些製作人都說 如果真是有人告的 我們就說回這個免責條款 是啊 言論自由表達嘛 那你已經是在 Fair Use 上豁免了 所以美國很多一些這樣的案例都是 就算真是有人去告 去到法院是豁免的 那另一個 行另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 如果北歐和澳洲為首 就是 Fair Dueling 香港都是行 Fair Dueling 的 就不是 Fair Use 就叫做公平使用 Fat Dueling 就叫做公平處理 中文語法叫做 但是它可能一些是比較清楚 說到明什麼範圍才豁免 可能說到明就避免人不審 類似你說不明就會 即是你想著自由精神 怎麼知被人濫用 但是你說到明呢 他們可以說 教學用途 大家知豁免 一些公共的 例如圖書館 公立至死庫 這些可以豁免 一個你屬於政治諷刺 即是你屬於一個 即是講來你在那個 即是你不是 可能你說 就是免除一個商業用途 或者你說不是跟那個商業 它原本那個銷售做競爭 的二次創作 是可以得到豁免的 那這個就是別人清楚說明的 那其實香港就是呢 那香港大家都知道 最近就有一個 版權修訂條例的 201年修訂草案 那就是不肯用任何形式 將這些東西加入豁免 要留一張刀在自己的背後 對 而且更加令人擔心就是 它說刑事法 即是 即政府可以去提告 那政府提告 那大家都會 即大家都會想到一個很緊的情況 例如你複街 始終有你 即是原本你香港 始終有你 可能有一個版權在香港 政府不知道什麼部門 那樣 那樣 你改了就諷刺 即是你沒有得到 香港政府同意 改了一個 用它 那個原曲 那就變成一個諷刺 那你也是一個 叫做 未得原本的版權人同意 那於是 就 未得同意之下 惡搞就 正經就變成嚴肅 那於是這些就是 就是侵犯犯犯犯那個 版權擁有人的精神傷害 這個 我們香港版權處長 張靖輝如是說 那什麼叫精神傷害 即是令你心靈受創 握奪不出 即是和淫審那幫盲光 都是這樣 但其實我最想聽的是 你好像最近和議員過招 是嗎 是的 某位聖略的 我一直說下去 某位動物性的 我一直說下去會說 這個當然不合理 但是其實 除了刑事固之不合理 就算你一個民事 你不加一個合理的豁免 亦都是不合理 為什麼 你為什麼全世界這麼多地方 即使中國大陸 是有這方面的豁免 雖然中國大陸 它用另一些東西 去封鎖你的意識形態 用另一些招去玩殘你 但是你在一個版權上面 他們是有一個fair use的條文在 譬如有很明顯的例子 以前胡歌 玩過陳凱哥套武器 把他的照片剪來剪去 變成一個萬能的刑案 是 接著呢 到最後陳凱哥想罰告 反過來 大陸的版權官員 出來支持胡歌 那幫根據大陸的版權法律 他這樣是一個fair use的情況 香港絕對沒有這件事 對啦 香港沒有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 香港就算你政府不告 你留給一些這樣的 所謂版權收費公司 那些版權收費公司 大家可以很合作 賣一些資金 是的 即是你版權收費公司 你這個複街要告 那由他們來提供 有什麼難度呢 所以 而且 他們 他們 大家 大家可以幫來幫去的情況 現在 已經好 已經是這樣的了 那 你換言之 現在做的 包括諷刺 其實很出名 改歌改頭 一定不行 那你連帶影響 我們大家 同仁的影響 大家也都 想像到 可以 你尖帥文 或者你盡念 胡恩威 你玩 那些 那些 舞台表演 也都收費 其實現在 我們在說 現在 你去讀 包括讀演藝 讀 讀 誠 誠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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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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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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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條例,是坐牢的 李白道虎,你稱照蘇東波納田宋慈 還不是舊谷新慈,大家有了格律 我以為你說道虎騎電單車那些 顧之然,李白不能叫道虎回家吃飯 大家那些李白道虎開圖 張碑打瓶,關於都不行 就算李白真人,李白真人,道虎真人 在今日香港,他一樣要坐牢,因為舊谷新慈 跟格律,宋朝那些死光 唐師宋慈死光,唐師宋慈全部有格律 但可以被代表去追訴 我一個問題,剛才說到 反權潮人可能不知道是誰,但如果那個人死了呢? 死了,不同地方有不同法律 有些地方50年,有些70年 慘在,有些地方有得續期的 或者有些公司會聲稱 是擁有那個人死了之後 擁有他的版權 即是Michael Jackson這個案子 就是Sony,他買了 有些可以再買給其他公司 有些沒有買的,但是 那些沒有,可不可以政府告先 如果沒有買的話 如果修訂了,過了刑事 政府可以主動提告 如果不是,就留在那些版權公司的告 例如,當可能Sony 和你不知哪家 Sony當ABC ABC用了,Sony去告這些時候 他是民事搞 那你在商業層面,這件事 其實都是這樣的 都是大家在公司告來告去 但是你慘了就慘了 就是,落到一個前線的藝術 或者民間創造的時候 你沒有那個相關的豁免 大家是做 大家這些事完全做不到 完全死了 根本是做不到事 對 所以就是說,說到 所謂什麼 勇武轉 這方面是勇武轉 其實不是勇武轉 就是大家一般關心 這些條例的 去年 去年 2011年 做一個諮詢的時候 即是修訂諮詢 因為他修訂了 說到一樣 就是他擴大 擴大 受影響的範圍 他由一個 複製侵權物 改成向公眾發佈 即是次任審 對 總之 你多過一份 之後 你分享給別人 所以就算 Facebook那裏 有可能去中招 對 總之是連坐法 對 嘩 癱癱呱呱呱 一幅改圖 那樣 這樣搞 他現在說 Facebook 不會中招 因為什麼什麼 但是 因為什麼什麼 也很可爭議 什麼叫什麼什麼 他說 因為Facebook 即是他的share 有時候 他的系統自動的功能 系統自動功能 就可能不包括 但是 有很多學者都在爭 喂 你的法例 你現在說 你的所謂 立法園 你又不寫 那條法例 清晰地寫 你去到這條法例 到執行的時候 一樣有機會中招 即是說 非人為自動share 都出去 就不關事 那我摔了一本 在地上 我不想摔到地上 其實小龍講到的問題 最特別就是 我忘記哪條法例 但是現在有一個人在爭 就是追溯立法園議 緊急有條法 但是 他們現在所講的 立法園議 在條文立法之後 那個年期的 一些事件 道廣立法園議 其實就變成立法園議 原來是可以在條條立 但立了之後 那就很奇怪 沒錯 絕對很諷刺 如果你有這樣的原意 為何不寫法例 他聲稱是針對一個 大型 有經濟損失的侵權 那甚麼叫大型 為何你不可以在法例上 寫到明 例如說 你要藉著這個侵權物 而明確賺到 可能賺到超過 一萬 超過十萬 超過一百萬 為之大型 為何你不寫 你不寫 就是 根據現有的版權條例 已經試過有人純粹 在那個Sanger放手歌 只有幾個人看過 那就中招 就是中招 就算你說古華天王 是 古華天王 可能他放帥 可能整套片侵權 不是說二次創作 他整套片侵權 但是他那顆Sanger 他也是 只有 一至三個人 下載過 包括 做一個搜證的海關 那個下載就是海關 沒有人下載的片 已經可以出事 這肯定 不是大量的 他就給法庭 根據條例 就說 你放得在這裏 都遇到很多人 而定義 就可以叫大量 他說遇到很重要的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遇到 大佬 近年我們討論這些案例 Case 他是想做到一個霸權的彰顯 要震懾你們其他人 贏人之危 找人開刀 譬如尖穗文做的 沒有人敢向他開刀 因為他是名人 而且他在文化界 有一個象徵地位 沒錯 他的地位是說髒話 我覺得 你動他會嚇到很多人懂 但動得很小 就沒有人理會 陳積遜有時候可能做了一些 一樣的 有人分析過 但是因為他是名人 怕反中路 接下來就是所有 無名無姓 一般的小市民 大家畫同仁 大家畫同仁 大家做一些 比較個人的藝術創作 Cosplay也會死的 我心想 對 因為Cosplay 你把有版權的 形象 服飾設計 你自己制作 我衣服要錢 所以是會死的 我有另一個問題 如果 按照這個講法來講 一些模仿性質 或者是有改變的 我可以說二次創作 例如說 我拿了蘋果的Logo 我變成一個橙 咬了一口 然後我變成一個雙標 Logo涉及雙標註冊 舉例 一類似的東西 那 他可否告 是另一件事 我正確的 是一個形式 舉例 何故提過 K-On的片尾曲 是模仿了Beatles 那你這個形式上 可不可以告先 是刑事 還是文事 你找律師去證明這件事 引導到陪審團 覺得這件事 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音樂 你可以怎樣砌 你怎樣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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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 最大的問題 就是 去到這個年代 等於我們說動漫歷史 集中 有些什麼 沒有被人做過 那如果 你什麼都可以說 以前的東西 你侵他權 然後那個人已經死了 然後政府可以代告 簡單說 我什麼都猜到你 所以 所以 可能有男主角 哪有男主角 哪有男主角 那你會說 所以 為什麼這件事 這麼大絕 其實 講到這裏 就是 我在這一集討論 我最想講的 就是 究竟那個 政府 或者某個團體 執法 那個觀念在哪裏 剛才 講K-On那裏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是否真的為了去侵權 去偷了某些人原有的利益 其實他是想做傳教的 用另一個渠道 或者是貧窮神 很多這類型的惡搞作品 而 講回我們的前宗主角英國那裏 他今時今日奉行那一套 在法院的觀念 判處方面 其實是相對寬鬆 即是他會給很大的彈性 所以 因為他知道 現在有一世紀 講大一點點 就是創作的年代 但有時候未必那麼容易 找到那麼好的創作 有些人要借某些東西 其實 一個現在的資產權署長 就是張錦輝 他上任 謝宿芳 是洋人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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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姓姓 他是洋人署長 他的想法就是 那時候我們跟他談 他就說 覺得你 所謂議事創作 惡搞 諷刺 其實是言論自由的一部份 就是本身那個 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條文 已經是豁免了 而他在版權上 他就說 不想寫得太死 寫得太死 他就說 怕好像切那些肉腸 你寫得太死 就變了 閒的 這麼薄 一片就可以 一片以外就不行 但現在香港 你看看 不單是政府 包括那些團體 那些收費公司 等等 將這件事就濫用了 他賦予了 他們有霸權的地位 總之他有權告 即是說回 舊少少幾年前 叮噹網那個 對 本來是一個粉絲 想推這個品牌 但是 香港這個代理 妹妹是個主人 我認識那些網主 他們 不單是所有個人利益 都沒有 還要他們自己去 賺錢的 去做美工 所以其實就說 那件事已經不存在 香港 沒有善意 全都放在法庭那裡 講 講錢 所以這件事很恐怖 我們看好了 第一個修正條例 他們 建議法官去量刑 就有說 他對一個 版權擁有人造成多少 經濟損失 包括潛在經濟損失 潛在你沒得好爭的 你任他 但他又不會有一個 抗辯理由 就是說 你是善意的 或者你是想幫忙推廣 那件事 如果他有的 譬如你和人 或者叮噹網 其實沒有事 他不肯加一些 抗辯理由 亦都不肯加 他不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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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你那麼好心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自己在二次創囊人關注組 還有一些關注議題組 譬如建本戰線 大家就是,即是說,現在我們要揮貨的東西,其實不單只是它這條,你現在的版權,新的收定不可以過,你就算舊的,也都要加一個豁免,但是也都很慘的情況就是,為什麼剛才說有些什麼議員呢,就是這樣的,我們一邊揮這個過程,要見很多不同人,話說那些版權佬,有些就未必真是這麼死板板, 什麼都不動,有些就很堅持的,我們是要這麼死的,有些的過程裏面,有人就說,大家都可以,就算和那班人都可以談談的,然後就不用某政黨說了,接著那次又收到一個電話,就一個民主黨善眾佳的助手,他那次就打來,就說明天呢, 不是,他剛才說,就是他們成功爭取到,跟那班法權佬開會, 嘩,一聽到這句,精神派,我都來買,成功爭取到跟那班法權佬開會,但是呢,就要我們,就是想找我們二喪組,想找見本戰線,想找藝民界之前也都出了聲,想找他們,就和我們先和善宋佳莫乃光開會, 即是兩位都是立法會議員來的,現在,現在是了,現在是了,我們就說,開什麼會,我們有什麼要談,我們和見戰都經常談那麼多事情, 聲明都出發了,對,立場很清晰,說清理,實實實就, 他呢,他就騙我,就說,就說,知道我們,知道我們這些立場,就是說,那個免刑責,一定爭取到的了, 而那個免刑責,即是你在民用那裏,免刑責全面豁免,怎樣可以有效,即是用最有效的方法去爭取,大家可以看什麼方法最有效, 那騙了我們去,那一去到,那一去到,我坐下, 其實幾多人去了,可不可以說不說, 他分幾次的,一分了幾次的,大家不是約同一天, 我們去過一次,二創組,有我,有你一位幹事,然後還有兩位,應該是一些比較藝民的人, 但我去到,他們沒有互相介紹,所以不是說, 變成有四個人,加, 三個人,加莫乃光,加善重佳,和善重佳的助手, 那一去到善重佳,即是坐下, 善重佳就問,善重佳就問, 善重佳就問,善重佳就問, 善重佳就問,應該姓李,應該姓李, 那一去到,我一去到,我一去到, 坐下,善重佳問他的助手, 善重佳問他的助手,是否他約我來, 那我去到那位是公共專業聯盟的辦公室, 那一去到, 那個姓李那個說,是呀, 然後善重佳又問我, 就說,現在就可以爭取到, 那些辦權收費公司, 就免一個政治諷刺的刑責, 還有,只是所謂政治諷刺, 即是你和人在一些迷政治諷刺不包, 就是免刑責, 但一定要保留民事責任, 就問我們,要我們不可以, 即是要在這裏止暴, 不可以再爭取下去, 肯不肯答應, 不肯答應, 就不能開會, 簡單來說, 即是說,你不用負責監, 但要賠幾千萬, 還有, 案底都要立的, 為什麼, 如果你是民事, 警告你這個侵權, 是一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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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只不過是說, 即是, 例案底加告你破產, 簡單來說, 即是, 你不會由政府去, 去告你, 如果這樣說, 還有什麼好談, 其實, 然後怎樣, 反改, 我經常聽到你, 這個時候停了, 其實你即時反應, 很想知道, 我即時, 我即時, 我即時就是, 我未立刻反應, 但我是臉黑, 我說, 我, 我沒有權, 去代表, 大家的創作人, 去答應你, 我就算我現在跟你說, 我肯, 我怎麼可以代表, 代表其他人, 千千萬萬的黨民, 這麼多人, 將他們一樣應有的權利, 去, 跟你做交換, 你們民主黨, 就已經出賣香港人, 他們說, 他們代表香港人, 我們不是的, 我們扎棄的人, 不應該這樣, 跟著, 那個, 聖理的助手, 還在這裡說, 就是說, 他覺得, 這個已經, 很大進步了, 已經爭取了, 已經傻了你了, 沒有這太鑑, 莫乃光就說, 你現在發, 莫乃光就說, 好聽些, 你現在發例, 都沒有豁免, 你現在, 起碼有一個豁免先, 嘩, 這是陷阱來的, 這個還要是資訊科技佳醫院, 尤其是, 尤其是,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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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爭取上面, 他都做過不少研究, 這方面是出過力的, 但是, 這方面是, 是很錯, 因為, 你現在, 你過了, 你過了, 你起碼已經擴大了這個權力, 你所有, 叫做什麼, 向公眾傳播, 向公眾傳播, 已經出事了, 你不是分化, 複製侵權物, 向公眾傳播已經出事了, 那你, YouTube都死了, 真的這樣說, 所以, 現在放YouTube, 技術上很難告的, 因為, 你很難證實去, 複製一塊侵權物上去, 你怎樣找到, 你怎樣找到一個Fresh的黨, 是的, 但是, 如果過了, 上YouTube這些, 他見到就可以告你了, 他見到就可以告你了, 所以, 所以, 他這樣的想法是很錯的, 而且更加錯的就是, 如果你當這是一步, 為什麼你要禁止我們, 去爭取下去呢? 哪怕說, Step 1 就這樣, Step 2 就這樣, 為什麼不讓我們做Step 2 還有呢, 很難說, 只是政治, 政治創作是可以, 喂, 很多事情, 不只是政治創作, 才是疑似的, 大哥, 這個就是以前, 蘇共那時候, 那種陰險的地方, 即是, 他在一些法律條文上寫, 只是這些, 但是, 他見到一些, 你潛藏, 或者他覺得不順眼, 有機會演變成另一些東西, 他就會扭曲你的原意, 你說, 你是在諷刺, 這個, 社會主義, 在諷刺, 國家的領導層, 你扭曲那道, 在日底罪的東西, 然後, 你怎麼單挑, 莫乃光? 補中, 同一個道理, 等於說, 大衛將都可以告筆, 他不是豁免, 為什麼, 他都可以說, 你這個不是政治來的, 你這個是誹謗, 你拉捕, 一眾的, 即是, 比如說, 例如, 某避孕套廣告, 又是用一個石像, 來做, 那是不是這個, 那個避孕套廠, 會被人刑事, 怎麼舉? 趕快, 莫乃光, 那個會, 當然是, 談不完, 那, 你怎麼噴, 你怎麼噴, 莫乃光, 這件事, 就是, 他有他, 那, 我們, 我們怎麼答應你, 對呀, 那, 從街上見, 他都黑了面, 他們打完就說, 大家回去再談一下, 再想一想, 怎麼判場, 當然沒有話好聊, 沒有下次, 那, 至於, 為什麼他的助手, 這樣騙我們, 當然沒有解釋, 其他組織有沒有中招, 其他組織, 其他組織, 就是, 建盤他們, 第二次有去的, 他們都約了一些相關組織, 但是, 到最後出來, 是變了什麼呢, 那, 就是, 有些去, 見, 到最後, 他們七月十五日, 就, 就, 發了一個新的, 叫做, 記者招待會, 所謂的記者, 他們的名義叫做, 國界, 促進政府, 盡快通過版權修訂, 嗯, 嗯, 所謂的國界, 就, 沒有任何, 我們, 我們, 藝民界的朋友, 沒有任何, 即是, 大家, 還會出版社, 出版社, 那些版權收費公司, 加上, 加上, 啊, 我剛才說的, IT, 互聯網, 互聯網, 因為他們,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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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身, 安全港, 他們可以脫身, 不用控告他們, 不用控告他們, 但是, 是, 他們這種做法, 通常, 所謂, 各界, 他會跨著, 一些受, 政府承認的團體, 是啊, 沒錯, 或者是搞過某些活動, 認為你有代表性, 才會承認你, 同樣道理, 好像選功能組別那樣, 很多人都不在那個圈裡, 沒錯, 這個同樣道理, 你怎麼, 你怎麼, 事先申報, 我是文化界功能協會的選民, 嘩, 好難得真是有文化界, 怎麼做呢, 很簡單, 香港有很多作家組織的, 進去呢, 人大人呢, 你不知道會承受幾封信仰, 你是功能組的選員, 我都很奇怪, 即是何顧那些小說會, 即是作家協會, 不, 香港有個很大的作家協會, 我不說了, 他不是任職界的, 所以每一屆文化選, 當然我試試選那個, 都很糟糕, 為什麼, 都很糟糕, 為什麼, 飲食都沒有, 今次自動當選, 所以, 整套完全, 完全是封閉型的, 但現在他做得很好, 已經很充滿, 很充滿, 很充滿, 但, 即是, 不算那個聲音很大, 現在, 他們經常就是想做一些, 偷雞, 希望, 給一點甜頭, 然後就統戰了班人, 過了就沒有人知道, 過了就沒有人知道, 過了就在那份, 你博不到, 這樣是罪屁的, 還是, 每個人甜頭都好, 他們給甜頭的價值都不是甜頭, 是啊, 你和你說, 即是突然間, 我們大家, 譬如, 一些同仁, 大家的二次創作, 站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本來是平地, 他現在立法例, 突然斬你說, 這裡要斬到懸崖, 要斬到懸崖, 就掉了, 現在, 善中佳, 你跟他說, 我們成功爭取, 多一塊, 斬到一塊, 這一塊才是, 但是, 我們是站一塊型的, 懸崖, 要逼你, 逼你制, 那你說, 他最後就做一些溫馨提示, 你不要騎那麼出, 就沒事了, 又是說, 我們上輯那裏說, 自縮, 對呀, 對呀, 那就是, 問題本來是平地, 本來是平地, 本來是平地, 整個同仁文化, 在香港, 已經直跟了那麼多年, 發展了那麼久, 縮什麼呢, 為什麼, 明明, 大家只不過, 有康熱誠去創作, 為什麼要變成犯法呢, 所謂, 有時候同樣, 可能普通人就這樣做些事情, 這樣啦, 之前, 按例, 好像香港沒有歌手, 自己唱一首歌, 他唱發版Youtube, 被他公司剪掉, 就是, 他沒有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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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人剪掉他的版權, 手臼我唱, 打皮公司, 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連分鐘, 李白道府, 在今次香港, 大民豪都坐牢, 變了犯法, 香港現在, 包括在, 我們上一節說了, 在人審條例那裏, 現在這個版權, 剛才也提過一個叫做, 不誠實使用電腦罪, 所謂不誠實, 就是, 尤其是, 在那麽多位, 很多都是, 即是, 熟知的條例, 即是, 我台那邊也有幾件, 隨時有人, 被人拉進去那裏, 我就很幸運, 我純粹在炮坑近你, 我就沒有, 應該是遲些被拉那個, 但是, 我們兩集合起來講的, 譬如, 在一些意識形態上, 即是, 人審柱這樣, 或者是一些, 和大財團大商家有利益衝突的版權上, 全部, 全方位鉗制你們, 即是, 你不是, 財貢世大, 或者是有一個龐大的, 團體在背後back up, 你就是會成為首可者, 其實, 我最想說一件事, 不要讓創作淪為, 只有一些有權有勢有錢的人的工具, 即是, 法律面前窮人都堆那些, 即是, 或是, 回到中世紀, 即是, 中世紀畫家, 全部都是要有錢人養著, 才能畫到的東西, 即是, 應該說, 只要畫宗教那些, 還未到文藝復興都沒有畫, 即是, 硬要被人套一個宗教主題的東西, 才能出現, 他找你一幅畫, 蓋上自己一幅畫, 還有, 最後, 近這兩年, 網民, 一般藝民界的人, 大家覺醒了, 開始發覺, 用以前那些斯文的方式, 似乎是談不到埋欄, 正是今年年頭, 還是去年年尾開始, 很多政府的咨詢會, 大家意識到不行, 還有, 是被很多, 剛才大家有講過不同團體的人, 霸佔了, 包括聲稱自己是泛民的人, 聲稱自己是出力的人, 都可以這樣說的, 聲稱而已, 掛個名字而已, 大哥, 掛個名字, 出了常說, 其他人不支持他的, 我也是穿搶了他, 被人騙了, 即是, 可能我講出來, 有些人不喜歡, 覺得有煽動性, 但是我們要看到的, 真是, 某些比較激進政黨, 他們意識到, 真是要用某些方法去抗爭, 他們不可以繼續用那個, 強姦民意的手法, 甚至乎, 我諮詢了, 在座, 所有市民都同意, 你不出來就同意了, 你不出來就同意了, 甚至乎, 你要立場去翻他桌,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看到這樣的事, 才引起大眾關注, 其實同意道理, 好像這個, 教育局長說, 沒有啊, 你們只有十萬人出來而已, 還有沉默的三百萬人, 支持我們這個事情, 其實同意道理, 補充一件事, 任, 或者總帖, 任審方面, 他說這個法律的, 審裁權那邊, 他只是判任審而已, 那什麼都不做了, 那全部都政府控告, 然後他說, 那問題可以怎樣補救呢, 就是說, 透過教育啦, 然後就說, 我們過去跟三百家學校, 舉辦過幾多次的指相, 回收中當中超過幾多萬人, 所以呢, 是絕對可以有效保障到的, 那我個人認為, 你們版權修正條例那邊, 都應該會寫同樣的東西, 他們都是, 都是以責任的, 那如果你單單跟我說, 我政府教了肉, 那些人就不犯事, 那, 但是你的法律是在那裡, 可以告人的, 那, 那, 你究竟是, 你是想說, 我未犯事之前教育我, 還是, 捉了我進去監獄, 然後找電衣去教育我呢, 你都要同事, 還有, 他在說教育那樣東西, 是不是真的合理呢, 即是, 他教育那樣東西, 這個是萬能痴, 什麼東西都可以講教育的, 教你不要淫事, 但是, 只不過一個創作的空間, 怎樣去所謂教育不要淫事, 教育大家, 不要看大衛著, 是不是這樣呢, 教育大家沒有一個空間, 看樣板戲, 看毛主席, 這個就插開了, 其實有個, 剛才我一直都想講的問題, 其實現在的壞結果已經出來了, 好像上一輯, 有講到少了, 有35萬人那裡召集, 動漫人士那裡, 其實就是抄了現在這一套矛招了, 就是打算借一群人去like, 接著他就打算做代理人了, 將大家變成練成練者之神, 很難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呢, 反過來, 又去另一個極端, 即是有些人就說, 我們上集說了, 即是說CW所謂打蛇, 那些人就建議你打蛇成功, 於是想所謂叫做ado group一些人, 照過一些人, 然後做什麼 其實你也都沒有說明, 即是做一些類似反擊, w dashboard 啷都沒有說過, 有已經不知道是誰來的, 其實是知道的 maybe 但是零零碎碎, 其實有幾個人都想起幾坛這樣的事情, 有別人就說, 有一群就說去嘟嘟入, 那些叫嘟嘟入, 再說七點 breakout那裡發明光社, 不孫生謙一樣, 不讓嘟嘟入開踩, 即是去抹黑你同命的組合, 有很多是不丁大佬的行為,掛著石,整個東西,整個箱子 學了大人的不對方法,學了大人的錯方法 用錯的東西,然後做那樣他覺得是正義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一模一樣的死法 或者可以這樣說,做同一樣東西就是糾當集結 對咯,宗教上的鷹派對抗同人界的鷹派 對咯,Facebook一萬有五十幾萬人,有多藍色 那個不是各界支持劉光華,是落選的 對咯,好熱咯,那個人很優秀的,大家是自由意志選擇 但現在那些年輕人用的理由是很煽動性的 他沒有理由的,老實說,叫你拉,是一個捆綁性的 拉完,然後在下面罵人,在下面罵人 他等於是一個沒有掛名的籌款商,請支持一下 他沒有寫機構,什麼都沒有理由 又沒有說我是落師會,我去幫非洲 他就說請支持一下,我支持你什麼 我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大家要關注我們最初衷,其實是想保障這個界線 所以我們對著一些不公義的法律,修訂 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發聲 守護自己的公民權 所謂被人搞,被人來襲我們,是保護自己 守回我們的底線 但就不是拿了其他人的名義 拿了我們的名義,你想騎劫,你想做什麼 絕對不是這樣,這個界線一定要很清晰 做完整個最後回合 大家應該沒有什麼補充 暫時告一段落,其他事情之後再討論 總之,就多些守望相助 如果有什麼可以去動畫無聲和動畫廢物 兩邊的討論區,再討論一下 我們沒有討論區的,不好意思 Facebook有二次創作關注組 我們關注組的 人氣麻麻,現在人不喜歡留言討論 Facebook有二次創作關注組組 可以去那邊加入 這邊有很多資訊在流通 那好啦,今天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